星期一上午 美聯航一架波音757-28客機 從洛杉磯國際機場起飛時 意外跌落一個輪胎 機上共有179名乘客和7名機組人員 事件中無人受傷 儘管發生了此事件 客機仍然按計劃繼續飛行 於早上7點從洛杉磯出發 最終在上午10點51分 安全降落在丹佛 航空公司已找到脫落的輪胎 聯邦航空管理局會對此事展開調查 今年3月 美聯航的另一個航班 從三藩市國際機場起飛時 亦發生了類似事件 當時一個輪胎脫落 並損壞了機場員工停車場的汽車 該飛機之後改降至洛杉磯國際機場 並平安著陸